战装讲究松劲自然 但是很多人很难找到松的感觉 在练习战装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对于初恋者来说 这个松一直是很难把握的 那么很多人战装一上来 他就直接往松上走 其实越是这样 你越难找到松的感觉 那么到底该如何的往松的方向去走呢 道德经呢有一句话叫做 凡野者道之动野 其实我们找不到松的感觉的时候 你找紧的感觉是很好找的 那么在我的战装教材里面 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先紧而后松 可能很多人还是没有把它去完全领会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告诉大家如何的真正的做到先紧而后松 让我们在战装呢 更容易进入松的状态 那么首先呢我们一样的双脚开步 大概的与见同看就好 手抱球 当我们这个庄稼站好之后 我们就找紧你看 坐垮两个腿紧起来 手臂紧起来 须领顶劲紧起来 紧起来之后再往紧上紧一下 紧一下这个时候你突然的松掉 紧松一步松 其实我们松掉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庄稼不要卸下来 这个叫做松而不屑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找到松的感觉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还是没有感觉到到那个真正松的状态 我们可以做几次深呼吸 比如说来我们吸气 呼气 那么呼气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做沉间 对吧 呼气是我的意识在肩膀上面 来 自然就沉下来了 沉间坠走 立直松弯 你包括我们的松腰 做块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记住了 先紧而后松 让你更容易找到松的感觉 如果再加上几次深呼吸的调整 那你自然就找到了松的状态 一定要记住松而不屑